星期一的香蕉俱乐部, 大家好, 先让我谈一谈 台前幕后的情况, 先说幕后方面, 阿Vray是休息的 所以我们情商了Jack来帮忙, 辛苦你了Jack 所以若果大家想打电话来的, 将会是Jack去接听 至于幕前方面, 有最多幕前经验的你是朗 是, 谢谢你, 是歌手来的 幕前经验很丰富的, 是的 就是Nicole和小弟, 所以打电话来的朋友, 即管来了 如果你有什么心事想说, 有什么想发表 关于自己的事也可以, 当然感情问题固然 不知道为什么这段时间我多听很多 突然间, 即是一奇奇怪 即是朋友, 无端端多了讲这些东西 我想这段时间的社运, 产生了很多感情的矛盾 我想这件事, 不是的, 有一件事是什么呢 是因为无论你在哪个立场, 大家开始撇不讲 然后找其他东西说, 你明白吗 即是, 任何东西是有机会牵涉到的呢 那你就会避免, 然后就会说自己的感情 哪间餐厅好不好吃, 但现在餐厅也分为黄蓝 很惨 大家都会变成, 然后又怕掉了, 又说其他东西 抽离, 然后又… 主要他们找你来谈感情问题, 可以减轻他们的罪恶感 为什么 因为, 因为每一个人感情问题, 无论他是出轨的 或者被出轨的, 只要他在你面前 他都觉得, 没什么, 我减轻了自己的罪恶 即是那些跟大冊… 即是贾仔遇到海套, 惨配 海冊王你就是, 惨配 即是任何东西在我身上, 你的罪恶也很轻 你看我, 你看我的曾经 你看看转头, 不是的, 但开始是… 不, 通常是开头不是说这些 是, 开头是说哪些 不, 开头可能是有的, 我当下坐在一起谈工作 无端端会说这些 坐在一起看球, 坐在一起… 因为连昨晚居然还有人在看球 昨晚看什么? 热刺对柳卡素 我看到的过一场, 但我没什么看 因为我看蓝球 他不是, 他足球比较少, 他看NBA 你任何话题, 他有部分人开始避免, 别说了 别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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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辛苦了 对于他们来说, 太厉害了 所以听了多些感情问题 如果你又有感情问题, 你也可以打电话来 1872966, 或者172977, 都是我们的电话号码 只要你有任何想和我们说的事, 甚至去到婚姻的问题 家里, 或者工作, 即是开学, 现在那个人开始走 想罢货, 即是不想罢货, 任何方面 你都可以打电话来谈 又或者家里的小朋友的问题 有人打电话, 即是那些, 即是不只是小朋友 至于你任何你想说的和情绪, 即是有关的 我们都可以跟你谈谈, 你打电话 所以打电话来了, 1872966, 或者1872977 至于我们的WhatsApp号码是60858738, 60858738 好了, 我要开香蕉的Telegram, 现在很忙碌 很忙碌 好了, 因为已经有很多, 哇, 做什么 追不及了, 多少个, 请问 四百多个, 努力吧, 加油 感情问题, 全部都 半天而已, 是吧, 我每天而已 昨晚至今晚未开, 很厉害 我想我有两三个, 继续发现 现在已经有174个members, 只是说Telegram 有朋友问, 怎样可以加入自己有型 从Telegram, 好像有连续 他说从Telegram, 怎样加入自己有型 即是他想在Telegram搜寻 不用, 你在Facebook搜寻便可以 在Facebook搜寻, 香蕉自己有型便可以 因为香蕉自己有型, 是Facebook搜寻 Telegram还Telegram, 大家开始 我怕大家混淆了 另外就是, 大家进来的Telegram聊天 等我打个招呼 真的不是说笑 入少了大半天, 入少了大半天已经很厉害了 我很喜欢, 大家多点发现, 很开心 任何情况下, 大家多点聊天 好了, 我现在和他们说声, 开波啦 接着就是, 节目 接着就是, 接着9月初有新一季 现在已经差不多是季尾了 现在叫季尾了, 所以提提大家 我今天听到有一个说法 都令我突然想起, 是啊 是什么呢, 就是 因为想买我们节目听的朋友 其实渠道有很多, 你在网上用信用卡 你网上用PayPal 又或者你可以去银行购售 亲身也可以 亲身去我们上环的专门店也可以 但是, 原来 可能有些部分朋友 就会以为是, 你上网付钱 又要下上环, 不知道要拿些什么 其实不是的 上网的话是最简单的 假设你有信用卡 香港人有信用卡, 很方便 你有信用卡, 你上去D100高的网 在哪里上的呢 如果你在用Facebook看我们就最简单 因为我们的Facebook每一个post 都放了, 你在看Live的post 如何用我们的网址付钱 你一按, 那个网址也在 就去D100.NET 那个网址付钱 那就买我们的节目 你只要在网上用信用卡付钱 应该两至三个工作天 我们就会发送一个电邮给你 那你透过电邮 就会有你那个叫做Login 即是登入的 登入的号码 或者名字 基本上你是不需要 你完全不需要动 你就可以完全搞定 那你就可以继续支持 一个你喜欢听, 喜欢看的节目 又令到我们不至于消失 所以 很害怕啊, 大佬 你知道现在越来越多平台 是需要收钱的 多了很多, 你看报纸也需要收钱 看雜誌 听相机, 看电视 其实很多年前已经是看电视收钱 而且是应该的 是的, 因为要吃饭 我们不是乙工团 只不过你们可能很久很久以前 当香港, 现在也有 免费的电台和免费的电视 虽然现在买小件少 和有质素那些 那些就会因为市场好 因为客人肯付钱 还要养得到人 今时今日就很难 所以想保持这些质素 真的要付钱 希望大家明白 也多多两解 大家可以随便来 总之, 买我们的节目 支持我们 我们是需要大家的支持 要不然平台逐个逐个消失 好了, 因为昨天我都遇到 那个司机大佬 那个司机大佬都说 无论如何, 我都会继续支持你们 因为我开始不知道 我开始上车的时候, 我还在听耳朵 还告诉他我去哪去哪去哪 然后差不多回到家的时候 他就已经告诉我 他很喜欢听你 我说是吗? 我才知道他认得 然后立刻虚偽 我表出声 他就立刻虚偽 他就立刻虚偽 我说是吗? 是吗? 是吗? 好像在那边 什么鬼 偶像包袱吗? 你那个最后是 我立刻在想 不, 因为我昨天跟家人吃饭 我喝了酒 喝了酒的人放松 放松, 我不知道会不会说话的时候 没有那么礼貌 正常就不会 我对每个人都很礼貌 但他一告诉你 谁是个个? 立刻要重新 除了朋友之外 除了朋友之外 但他一告诉我 我立刻就说 喂, 谢谢, 还可以 你这件事 你这件事真的很吵心 我又有朋友 又是连续短时间 乘搭了同一辆的士 他们说的就是 喜欢听香蕉 喜欢听了 无论D100 要多少钱我都会给 没有D100我会死 这是真事 也是其中一个的士大哥说的 这个不是我错 我的朋友错 那我觉得大哥 还想怎么呼呼我求 难道你如传在香港 全世界听你吗? 有部分人肯支持 我们已经很开心了 好了 1872966 和1872977 尽管打电话来聊天 近来多了很多不同的朋友 打电话来的 我很怕这个趋势会突然下跌 因为肯有起有落的 我明白 但你们的电话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有些什么要谈 大家不要吝息 不要沽寒 不要懒 打电话来就可以了 聊什么我们都是欢迎的 比如上星期 开了一个很大的题目 因为这个很大的题目 可以分很多不同的角度谈 我相信我可以有时间谈 譬如是什么 上星期开的大题目是说 办公室戀外 这个很老套 但很大的题目 因为只是办公室戀外旗下 你只是说地上情地下情 有没有需要因为一齐了要调部门 如果我喜欢老板 怎样 但其实香港也挺普通的 很普通的 其实就算不是办公室 就算是有工作关系 譬如李导演现在开戏 接着有个女演员 你两个拍拖 我跟她常常在房间认识 我也猜到的 所以我常常走出去 不是 我想说如果她有难做 因为你常常走进来 如果她有难做的是什么 如果有个女演员 她开始拍摄这个女演员 就是觉得她适合这个角色 谁知道 谁知道拍了第二日戏的老板来探班 看中了女演员 女演员又喜欢老板 就是说有机会 就算没人出声也好 可能导演的心里也会惊讶 会不会左右一些东西 即是她会不会把老板撵 我不要这样演 这样咬人也不是这样咬 不是这样的 很容易看到 我试过这件事 那时候我还是演员 我在环店 那个女主角是 她跟老板 就是男女朋友关系 原先已经是 原先已经是 但是老板和她公司合复人 是夫妇关系 那很正常的 通常都是这样的 但是那个后面 就是刚才你表达的表情和情绪 是错的 你才知道那女演员是怎样 譬如她开始不看剧本 之后来演起 每一天 是 她去到之后 譬如她演得不好 很厉害的不看剧本 大牌的 很厉害的不看剧本 因为她预计你每一场 每一场镜头下 是去报告她 是 你是服务她 不是 是服务她 譬如她脱了 她没有看剧本 自然会脱 她就会大声问回来 因为现场有人支持她 你有没有看剧本 你不看剧本 你拍戏 她比你大声 她会是这样 然后每一天 每天一会 譬如拍完一个镜头 正常一个演员 会在机器附近 她会走到很远 坐在导演后面 阿姐 这就是当一个女演员 和投资方 是老板的女朋友 有了关系之后 她的性情就会大变 大变 这个就是 你记不记得 当初我说要开戏的时候 死都不肯做一件事 就是有人给钱 我也不肯 我记得 当然是因为她给钱 是我要的二分一 那你给一半她 她想要求什么 她第一件事已经说 我有个女孩 说了第三个 已经知道她是女 完全零派的经验 说是model 什么叫model 就是自己开了IG和Facebook 有百多十个赞 然后就有空放一些照片 这样就叫model 现在很多都是这样 真正的model应该有工作 你这个说法是六十年代的 现在自己有个Facebook 自己有IG 已经是model 很奇怪 什么叫model 有人给你做 而是用model的身份 就是你拍硬照 就是model 甚至乎你拍广告 肯定是model 你不是自己自拍 上IG 那是什么model 一个活动就自拍 对不对 那你连什么道理也不是 你神经病 那他给了你 说要拍那个女孩做女主角 不要 付一半钱 我说不肯 但我当然软转 不肯定得罪 如果两倍呢 两倍肯不肯 如果他给你 你肯不肯 会谈 坦白说会谈 你会不会你也会 因为是方法 谈他扔下来的 所谓女演员 你想演什么 女主角 通常都是 你不是预备我给女主角 你不是神经病 那他给了钱 不然是攬炒 但他不管 那我就再问 因为我现在要求这个钱 我现在要求100元 我100元是预备主角演员拍的 因为为什么呢 如果我要给 不是真的拍惯器演员拍的 用的时间剧组 每一天 就说每一天 整个剧组 那里差不多10片 就是这样计 如果你有个不专业的演员 我可能要多拍四天 那你应该要多给四十万 那他给两倍 那是否有意义 其实不用两倍 他给合理价钱 你就要慢慢 在这样的市道下 你要相信有奇迹 可能他也有点点天分 是 但个个人以为自己有天分 其实香港娱乐圈是这样的 香港娱乐圈很多都没经过训练 纯粹是入行之后 就真的是天分问题和观众员问题 如果推了一部 真的可以 那就继续有 那的确是有很多人很有天分 大部分都有 我突然想起以前 你记不记得我们以前公司 有一个梁乐师 Isabella 怎会不记得 13岁 一进来的时候 就是一个女神级 然后演戏特别有灵气 她那个技招 是我几年的年纪加起来 是 确实 我有份去的 她那个技招 这样 香港有很多奇迹的女孩子 男孩子 我觉得也有 我以后也希望你软性接受 没有了 我知道她的钱给了一半 她本身也不是投开电影的人 她做饮食 但通常在投资方 一开始跟你说 我不介意的 出来的结果 但你一开始做 她就开始跟你计钱 很神奇 不要搞这些东西 我觉得就 Anyway 我知道陆续有朋友打电话来 你们尽管打电话来 我很多东西 反正 但很希望跟你们谈 我们现在休息一下 之后就开始听电话 再说一次电话号码 1872966 和1872977 Jack有没有回来 因为如果我说休息一下 但他还在很远的位置 那我们就不停地说 我就唯有继续说 好 我们休息一下 之后就正式听电话